姓葉 姓曾 姓鳳 姓彭 以上五個姓氏 如果在以上五個姓氏 在根子2020年 愛情運方面 我都只能夠給一顆星 因為三顆星是滿分 因為今年本身都是有姻緣運的 會有機會有姻緣產生 但是今年要奉勸大家一句話 就要戴眼識人 因為這幾個姓氏 在今年根子2020年 有機會會認識到一些所託非人 即是說不是你真是心目中喜歡那些 或者不是你真正的長久 也會因為感情、愛情方面 受到有衝擊、有刺激 所以來講 今年的愛情方面 我想大家計算以上的姓氏 更加要注意這個桃花劫 即不是一定是好桃花 大家一定要小心去戴眼識人 所以今年的愛情只能夠給一顆星 是 事方面 今年我都只能夠給一顆星 哦 游戲才一顆星 沒錯 沒有辦法 雖然今年來講 會是個人很努力去賺錢 即是你會比以前更加踏實 更加努力 希望可以獲得一個正確的回報 而今年來講 亦都可以真是會有不錯的收穫 而且你會較為穩定 即是你如果是以前過高 過份好高冒遠的 今年來講 會覺得踏實了 但今年來講 小心因為賺錢過勞而生病 賺到錢不夠錢 替醫生 是的 所以來講 今年在事業上 一定要小心 因為今年也是有很大的工作壓力 方面是可以給到你的 即是雖然賺到錢 但壓力大 亦都有機會影響健康 即是要多些休息 即是不要說博敢進去敢進 即是不要說為了賺錢而 甚麼都去得那麼盡 可能家人又沒有理到 那樣東西都沒有理 健康又沒有理到 那樣 所以呢 只能夠給一顆星 OK 那師傅 那整體運程不用說了 是的 都是一顆星 都是一顆星 不會兩顆的了 是的 所以呢 今年來講 整體運程來講 就可以奉勸 即是給大家一句說話 叫做 設物貪性不知書 哦 即設物貪性不知書 不要因為自己 真的已經是得到一些東西 而繼續去得太過盡 是的 因為去得太過盡 反轉頭 會因為這樣而受淚受害 是的 所以今年來講 表面不錯的 能夠賺錢的 亦都是會有因緣出現的 是 但是之後所回來的結果 可能會出乎你的意料之外都不低 是 所以千萬大家都是要特別小心 踏實地 不要去得太盡 OK 那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是 聽你這樣講 一顆星又一顆星 加起來就不是兩顆了 都是一顆 那有沒有些什麼的方法 或者有沒有些什麼是可以令到自己 吹吉避空下 嗯 其實這個所謂的吹吉避空 都是要你自己真的大眼吃人的 嗯 就是做事來講 就是會是較為是 令到自己會好些 那你說如果要吹吉避空 其實是有的 嗯 是的 那我們有些年份 是 例如明年有些什麼生肖的人 要特別注意 那有些什麼方法可以吹吉避空 那我們在將來的集數裏面會講 是的 那或者你可以留意一下將來的集數 OK OK 那好吧 那我們就多謝易龍師傅 幫我們講解了 就是剛才以上生肖的人士 以上的姓氏 以上的姓氏 沒錯 說多次 姓黃 姓葉 姓曾 姓鳳 姓彭 這幾個姓氏 特別要注意 OK 不要貪姓不知書 OK 那就好了 那在2020根子年 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的運程 OK 好 多謝了 拜拜